我们现在要去安阳去参加一个猛禽的活动 一到年底我发现猛禽的活动特别的多 我跟大家聊聊就是猛禽和150 还有改装猛禽的这个几个别的人不愿意聊的事 因为呀中国呀就有三四家能把150改成猛禽的 我家就是其中一家 但是既然大家别人不说 我就把这个坏人给当了吧 我奉劝那些想把150改成猛禽的兄弟们啊 改完以后有两个缺点你一定要能接受 第一就是油耗 F150的油耗呢正常的是13个12个多13个左右 然后你改完猛禽之后改完大轮胎改完宽体升完高之后 油耗呢油耗呢是17个多 就是会升高三四个油 而相反呢原装的猛禽呢 速车的话猛禽速车的话也就15个油 所以说150改完之后要比真正的猛禽要费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150你不管用多好的避震多好的轮胎 150改成猛禽之后那个架控还是不如原装的猛禽 但是呢 我也不反对有些兄弟们把自己的150发六七万七八万去改成猛禽 因为我这一台就是改装的猛禽 我家有一台原装的猛禽 也有一台这个F150改装的猛禽 个人各喜爱吧 但是作为商家呀 我有责任告诉你 这个升级完之后的两个弊病 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基础的社会责任吧 2 2